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下鄉造勢 卻遇上反疫苗抗疫人潮 不過就在他前腳準備踏上競選巴士 沒想到竟有碎石頭朝他的後腦勺飛來 再看一次小石塊不偏不已 砸在杜魯道的背上 他身邊的隨互想伸手擋都來不及 看看杜魯道臉上的表情 似乎也被民眾的反應嚇了一跳 杜魯道強力譴責丟石塊的卑鄙手段 因為被石頭丟到的不光只有他 包括舉手翔當石頭的隨護 連同周圍採訪記者全都遭殃 杜魯道把這些抗疫人士定義為反疫苗報名 因為加拿大政府推出疫苗護照政策 等於變相強制民眾打疫苗 加拿大有多達六成七的人口已經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只是依舊有兩成六的人拒絕打疫苗 總理遭到小石塊攻擊也牽動加拿大政局 因為杜魯道把原本要在2023年舉行的國會大選 提前到這個月20號舉行 由他領導的自由黨想重掌眾議院多數席次 恐怕得先解決反疫苗報名的問題 TVBS新聞中午到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紅內外大事